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和肖战同穿赛车扶谁更迷人 一人显冷峻一人儒雅有风度 很多饭圈女孩儿都喜欢王一博 确实这位德才兼备 才貌双全的英俊一人值得我们的这一份厚爱 很多人因为蓝旺姬而迷恋上了她 也有人更喜欢职业赛车场之上的一博 无论是文是武 她都能向我们展现出自己最优质的一面 当在赛车场上穿上一身标志赛车制服的 她让人丝毫感觉不到蓝旺姬的那一分文弱 而是多了几分冷峻健硕 作为当时她的搭档位无限的扮演者 肖战也常常被拿来和一博进行全方位的对比 虽然不是职业赛车手 但是曾经在录制早期的燃烧吧 少年之中肖战就曾在某综艺中同样奉献出了一套潇洒的赛车手造型 风度翩翩 也颇有几分专业的感觉 假如把两位的赛车服造型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对比 您觉得谁更加的帅气迷人呢 且看下文 说到王一博 很多人都会把她当成自己的精神食粮 此军不仅仅在娱乐圈获得大丰收 在主持演艺歌唱之上都收获好评 她还在职业的赛车场上掀起过一股风浪 身穿制服的她英姿萨爽 让这个在中国体育界属于小众的运动项目一下成为了被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请看一博的这一身赛车服是否合体呢 作者认为帅气逼人 非常的修身修行 艺人王一博车手王一博 你无论在哪个领域都始终要做到最好 而再看早期的燃烧吧 少年之中儒雅斯文的肖战一改大家的传统印象 穿上运动赛车服着装也显得非常的灵活洒脱 真可谓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般迷人养眼 如果让二者比比谁更有形 你会选择哪一位呢 作者认为王一博的帅气 更多的带一丝冷傲的气质 而肖战则是走儒雅路线 风度翩翩 可谓各有千秋 总之 两人都是相当优秀出色的存在 王一博发布禁止擅闯赛车场声明 向饭圈文化Say No 知名演员和赛车爱好者王一博 在私人包场练习赛车期间 遭遇了一起令人关注的安全事件 非授权人员擅自闯入赛车禁区进行观看 这一事件不仅对王一博个人的安全感造成了威胁 也暴露了赛车运动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 对此 乐华娱乐与赛车公司迅速做出反应 联合发表声明 强调了遵守赛车场规则的重要性 并共同呼吁保障赛车环境的安全 王一博的工作室也积极转发了这一声明 并特别强调赛车作为一项高风险运动 要求所有参与者和观众必须具备必要的安全意识 声明中提到 无论是车手还是观众 都应严格遵守赛场规定 坚决抵制任何违规闯入 不当拍摄及传播行为 共同维护赛车运动的尊严与安全 此事件也引发了对追星文化的深刻反思 特别是追星行为极端化 犯圈化的问题 声明中强调 热爱明星不能干扰其私生活 呼吁粉丝应理性对待公众人物 关注他们的作品和才华 而非过度关注其私生活 同时 拒绝情绪化和极端化 避免参与或支持任何形式的极端饭圈行为 如拉踩引战 谩骂互私等 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网络环境 还可能对明星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在当今社会 追星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但过度的热情和冲动行为 可能会给艺人带来困扰和压力 许多人热衷于追星 不仅仅是因为明星光鲜的外表 更因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在各自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 偶像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激励着粉丝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汲取精神价值 王一博发布的禁止擅闯赛车场声明及相关倡议 不仅体现了其对赛车运动安全的重视 也展现了他对公共秩序的维护 以及对公众理性追星的期望和呼吁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王一博深知自己的言行对社会和粉丝有着一定的影响 他通过这一声明 呼吁公众遵守公共秩序 尊重他人的权益和感受 共同营造一个和谐 有序的社会环境 追星是一种个人选择和表达方式 但应该在尊重规则 尊重他人和尊重社会的基础上进行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和谐 有序的追星文化 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明星虽然是公众人物 但他们同样享有私人生活的权利 他们的恋情婚姻家庭等私人事物 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 而不是成为公众讨论和揣测的对象 此外 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赛车场还是在其他任何场合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增强安全意识 遵守相关规定 不进行任何可能危害自己或他人安全的行为 对于赛车运动来说 更是如此 赛车场是一个充满速度与激情的地方 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严格安全管理的场所 只有每个人都遵守规则 才能确保赛车运动的安全和健康发展 总之 王一博的声明和倡议 不仅是对赛车场规则和安全的强调 更是对公众追星行为的一种引导和规范 我们应从中汲取教训 理性追星 尊重明星的私生活 共同营造一个健康和谐 有序的网络环境和社会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成为负责任的网民和粉丝 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